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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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听脚步声你都知道是啥 对 那盈盈呢哪个你认识 这里面也有一个我特别熟悉的 就是第二排第一张 可爱吗 好看 那行 眼睛特别像 不好意思啊各位妈妈 让你们这个眼睛受了点污染啊 不至于不至于 第二排第一张是我小时候 哎呀 我说是这么像的 好漂亮呀 几岁啊 三岁多四岁 洋气吧 这是我见过书中分的女孩最好看的 黄妈妈刚才你说第一排第三张打电话 这个小朋友是谁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也是三岁的时候 我的儿子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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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黄晓明三岁的时候 还是很清秀啊 帅哥 好那还有四张咱们分别把它认领走好不好 好 这时光就是一把这个杀猪刀啊 我先来认领一下我那张 第二张 第二张 一定要穿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拍照呢一定要就 再先画四种直高细扬的是吧 甲医生呢 我猜一下 第一张 第一张 第一张是我 但甲医生我真的得实话实说啊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可以说 你真的长帅了 谢谢 谢谢 总共就剩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了吧 没确实 小美女 还是很美 很像 那第六位究竟在哪儿呢 最后一张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小朋友 我们也不认识啊 他是一位外国的小朋友 不外国的小朋友 为什么呢 咱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变化 大家长大以后 岁月到底对我们这几个人 留下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是那国外小孩 外国小朋友 下巴 嘴型 下巴有变化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主要是嘴变化比较大 嘴是那个天包地对吗 上额突出 哎呀那小时候是天时 怎么长大了 长着长着就长歪了感觉 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俗话说得好 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是吧姐妹们 年轻的一代 比如我们的孩子们呀 这颜值越来越高 这以前的人吧 就长着长着哈 有点对不起观众了 我不是这样的看法 好 我感觉应该是牙的问题 只是一口牙 对 一口牙就毁所有 对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 长得挺好的 等换了牙以后 就慢慢慢慢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有的这儿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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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吧 找一个真正的专家 给咱们来做一做判官 好不好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口腔科 大家好 余主任好 欢迎您 欢迎您 余国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口腔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这个小朋友呢 是一个在网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照片 就这个小孩呢 在小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口呼吸的习惯 用嘴呼吸 对 用嘴呼吸 因为用嘴呼吸呢 它会造成这个口腔 内骨和外部肌肉的一个不平衡 最后就导致整个的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出现了问题 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可以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不知道嘴呼吸还会把口腔也变成这个样子啊 正常我们是从鼻子里边呼吸的 对啊 当你用嘴呼吸的时候呢 这个气流它从口腔走的时候 我们舌头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它长期处于这么一种状态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造成上河突得很厉害 嘴唇比较短 看上去像爆牙这样的形状 哦 那平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孩子用鼻子呼吸 还是用嘴呼吸呢 我们家孩子都是正常的呼吸 一点那个嘴的呼吸都没有发现过 所以小明哥长得很帅 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聊到的是 关于一个口腔的一个问题 这个口腔原来可以影响那么大 可能平时我们都是看孩子的这个 牙齿是不是健康 却很少去关注说 是用鼻子呼吸 还是用嘴呼吸 今天我看的这个图片 我觉得挺惊讶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孩子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鼻腔的 或者是鼻道的这种疾病 哦 如何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及早地去治疗 你像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张着嘴巴的 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可能是闭着嘴巴的 你晚上想试一下 你可以把孩子的嘴巴挡住 因为有的他可能是张着嘴 但是他用鼻子喘气 你可以把嘴巴挡住之后呢 看孩子会不会憋 或者是可以照一个杯子呀或者什么 他如果是用嘴呼吸的话 他的通气量可能就是不够的了 明白了就是如果杯子 特别像透明的玻璃杯一照的话 对 他其实是有这个雾气在里面 他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 所以呢家长呢 就应该在家中呢 特别要关注这些小的细节 然后及早发现及早就医 其实关于口腔这个部位 对于一个人来说 它是一个门面的问题 对 我以前就有一个朋友 他平时挺自信的 但是呢不巧 他当门牙磕了一下 后来还蛀牙了 所以渐渐渐渐的 我发现他不太爱说话 以前都是笑得特别爽了 哈哈哈哈 之后就是 渐渐的感觉就舒服人群了 我感觉他心理上都受到了一些 对对对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早期牙取坏的 比较严重的那种 大家会知道他前面牙是比较容易坏的 有时候小朋友一笑的时候 然后前面全是一排小黑牙 然后确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口腔问题无小事 稍有不慎可能酿成终身遗憾 无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 都可能对宝宝造成巨大的影响 用嘴呼吸 是宝爸宝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宝宝长期用嘴呼吸 会对呼吸 口腔 牙齿骨骼发育 造成巨大的危害 那么关于宝宝口腔健康问题 您还需要关注哪些蛛丝马迹呢 接下来请听小儿大医生为您一一讲解 好 咱们知道这个口腔刚才已经说了 可以呼吸嘛 对 呼吸 那还有哪些功能呢 当然有了 说话 说话 口齿清不清晰 说话溜不溜 很重要 你看那边其实有个说话特别溜的 欢哥 溜溜溜 要不然你们笔上一段 切磋一下 行 那就上吧 就上吧 来了 非常之大 黄哥 成交 绿小绿羊云�uiyu 绿鱼iyuiyu 李小绿羊云鲁粤 syn不禁 比李小绿的鲁鱼 比李小绿加的鲁鱼a 还是李小绿下的鲁鲁鱼a 比李小绿加的鲁鱼a 好 来 黄哥 来 我认输了 greor Pros头 李小绿羊航鲁鱼yqu cured 李小绿羊鲁鱼yqu Pf 绿鱼与绿鱼与驴 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鱼与绿鱼 也不知李小丽家的绿鱼 比李小丽家的绿鱼绿 还是李小丽家的绿鱼 比李小丽家的绿鱼绿 好 好 好 来 宝哥 来 来 我认输了 哎呀 别呀 宝哥 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鱼 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鱼 也不要李小丽家养的绿鱼 李小丽家的绿鱼绿 还是李小丽加绿鲤比 李小丽加红绿鲤鱼绿 那你有红烂 你这口气好长 我这口气这么容易 而且我念这一段 人都快跳下了 你故意让我了 这没有 因为这段我没练过 没练过 一棒 心里还好 假医生要不要放一下 我来一段 好 假医生来一下 李小丽养红鲤鱼以绿鲤鱼比 李小丽加养红鲤鱼以绿鲤鱼 也不知李小丽加养的 李小丽加养红鲤鱼 还是李小丽加 李小丽加的红鲤鱼以绿 真没看出来 不错 不错 我发现了 假医生这个很厉害 相当厉害 假医生也是在底下背过 所以接下来给主任来一个 我给大家念一个 好 完了 念完了 实际上太快了 我念的这个其实是一种 有语音障碍的小朋友 可能会这么反应 他就会 咬字不听 口腔呢 确实它作为一个发音器官 对于我们发音还是挺重要的 最常见的呢 其实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就是在我们换牙的时候 你出去一说话 大家觉得你说话漏风 对吧 还有一些老人 可能没有牙齿之后呢 说话表达好像也是没有那么清楚 对 我刚才学的这个发音呢 其实是一种疾病 就是大家知道唇恶劣吗 实际上就有 我要是有恶劣的孩子 他发音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鼻音会比较重 再一个呢 就是一顿一顿一顿的这种声音 嗯嗯嗯 就这种声音 我们也提醒一下家长 就假如要是发现这种 发音跟一般的孩子 各个方面不太一样的时候 可以带孩子到口腔科看一下 跟发音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啊 还有问题 现在就大家很关注这个蛇细带 我看42天 蛇细带 检查的时候 都会查这个蛇细带 方哥你知道蛇细带去哪里吗 蛇细带 对 应该是舌头附近吸肉的地方 不是 是舌头下面那个 舌头下面有一个细带 对 那个 对 是这里 对对对 不短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发音不清 那根蛇细带 粘得比较紧的话 还得去剪一刀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口腔其实对发音还是挺重要的 哎呀 所以说这宝宝突然的口齿不清的话 一定要建议去医院就诊 查一查 为什么口齿不清 可能口腔出现问题了 需要得到家长的重视 刚才那道呢 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个热身题了 接下来正式进入到咱们一个比拼了 这个比拼呢不是个人比拼 而是两个团队来比拼 是咱们的辣妈团和咱们的奶奶团 进行比拼 口腔问题啊 首先想到说这个牙可能出问题了 对吧 要考考大家 口腔牙齿这些问题 所以第一道题目 考大家两个团队的啊 是关于口腔牙齿的问题 不严重的坏牙不用看 因为它会被换掉 所以不用去看病了 这个对不对 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那个黄妈妈和盈盈先等一下 这是考咱们两个团的啊 奶奶团 派一位代表 我觉得啊 孩子在没坏牙之前 牙坏了 必须到医院去看 因为牙坏了 你的神经了 和牙根了 也容易损坏 对孩子以后的口腔啊 牙齿啊 自己的形态啊 都会有变化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辣妈团 你们认为这道题到底是正确 还是错误的呢 请亮牌 只有一个认为 只有一个 现在也翻了过来 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又改了 不用比拼了 好和谐啊 但我不是这样看法 来 我觉得这个牙一定要换掉 就不用看了 要换新牙 好牙 等那个好牙坏的时候再看 反正能换一次嘛 对啊 没等坏到根的时候 它就掉了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会产生 坏牙齿的原因 是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 它应该会在牙齿 会换掉之前 或者这个过程当中 就蔓延到别的牙齿上 所以我认为要看 两种观点 这个哪种观点 是正确的呢 咱们来问问专家 好不好 那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想考考大家 还要考大家 还要考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牙齿到底有多硬 我觉得跟玉是一样的硬度 鲜如玉是 玉是跟牙一样 反正这个玉的硬度 是很高的 很高的 我觉得应该跟金刚石 差不多硬吧 应该跟邹世民的拳头那么硬 那不一定 你咬它一口 它就 说实话这种问题 平时我们真的没有去问过自己 牙到底有多硬啊 好下面开始实验之门 我们看一看这个牙齿 到底和什么最接近的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牙齿 这个是一块天然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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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哇塞 看到牙齿基本上没有被破坏掉 牙齿都不会被锯掉 我们再测试一下天然水晶的硬度 哇 真的 天然水晶和牙齿 基本上都没有损害 每次做完这个实验 我们都会惊讶一下 哎呦牙齿原来这么硬 对 总有一些特别奇妙的 和奇异的发现 牙是人体硬度最高的 金刚石 没有加工过的钻石 它的硬度是石 牙的这个硬度呢 大概在7到8 它是非常坚硬的 金刚石 钻石是石的话 牙已经到了7到8了 既然牙齿已经如此坚硬 可是我们作为家长呢 时刻都在想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还会有蛀牙 时刻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 我需要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点牙的基本知识 需要一下道具 我这儿有 在这儿呢 等我滑一颗 就为了节目 贾医生你也是拼了啊 哇 你刚刚拔下来一颗大牙 看没 还是有副牙的 这边还有虫牙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贾医生的牙真够大了 这个牙齿呢 它的外边有一层白色的 是这个牙齿最坚硬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刚才贾医生在磨 没有被破坏的那一部分 这层呢叫牙幼稚 然后这里边呢 发黄的这一部分呢 它叫牙本质 它的硬度呢 没有外边这个牙幼稚那么硬 再往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粉粉的 这是我们的牙髓组织 哦 牙髓组织 它的里边呢有神经 有血管 一般蛀牙特别疼 就是牙神经这一块 对 就当它坏的时候呢 它会先坏最外边这一层 最坚硬的 第二层它坏的速度 就会大大的加快了 我们第二层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叫牙本质小管 实际上就相当于它跟神经 是有一个互通的 当这个牙齿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疼了 等到它坏到牙神经以后 有可能就不是刺激它 它疼了 就说你呆着 你不刺激它 它有可能也会疼 都说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当它这个地方发炎之后呢 它有可能还会顺着这个牙根 周围会破坏一圈骨头 如果要是骨头破坏了 尤其是小孩子 它骨头非常的疏松 它有的时候啊 就脸就肿了 又为什么有的时候 看着孩子牙疼 哎呦怎么脸肿这么大呀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 就说我们还是应该 早一点去看 去看 因为避免它可能出现 这种很严重的情况 就我们的横牙 往往是在乳牙的 牙根的下方 如果我们这个不看呢 它会把这些感染 带给横牙 有可能会出现横牙的问题 对小儿的乳牙来说 一旦遭到细菌侵蚀 甚至会影响整个口腔 骨骼和日后横牙的健康 因此当乳牙出现问题 家长应该第一时间带宝宝 去口腔科就诊 但是经过贾医生的现场实验 我们发现 牙幼稚非常坚硬 牙幼稚究竟是被什么破坏的呢 家长应该如何保护 宝宝珍贵的牙齿呢 那么最坚硬的这个外表层 这个牙幼稚构 主要是什么呢 枪鸡灵灰石 这个名字呢 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比较陌生 第一次听 太专业了 实际上它很大的一部分的成分 实际上就是钙和磷 钙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问题 就觉得它这么硬 为什么会坏了 跟金刚实际上就 说住就住了呢 说这个进去就进去了 说腐蚀就腐蚀了呢 对呀 它可能有弱点 我想问大家 你们小时候这个水壶里边 如果要是有水锈的话 会用什么办法去除吗 喝点醋 应该是用酸 用酸 对对对 大家都很厉害啊 钙这种元素呢 怕酸的 当有一个酸性的环境的时候 很容易把这个牙齿里边的这个钙 置换出来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牙齿的破坏 所以相当于找到了牙齿的 一个致命的弱点 弱点 弱点就是这个酸性的环境 对对 酸性的东西是醋了 老吃醋会把牙齿的那个 最外边的破坏呢 醋当然是最直接的一种酸 它如果要是造成口腔 酸性的这种环境的话 肯定是会对牙齿是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 其实老说这个糖啊 就说糖好像能够把这个牙 蛀掉一样 实际上不是糖把牙蛀掉的 是我们口腔里边呢 会有一些细菌 我们这些细菌呢 正常的时候和睦相处的 达到一个平衡 但当进食一些甜食 这个口腔的PH值就会下降了 平衡被打破了 对平衡被打破了 当它这个酸性程度增加以后呢 容易干坏事的这些细菌呢 它就开始活动了 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工作 去破坏我们的牙齿 也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 是吧 我们喇叭团 我想跟我想的一样 不就是有酸吗 酸就是破坏钙 那我们就拼命补钙 对抗这个酸 钙强了 然后就把酸给打败 是吗 对啊 钙这个事情呢 我们经常在门诊也会碰到 然后家长就说 这么多取齿啊 我们是不是因为缺钙导致的呀 实际上是这样的 牙齿 当它萌出的时候 它已经是钙化好的 像我们的上下前牙的话 一般就四个月 六个月 七八个月 这个样子萌出 所以在它萌出的时候 钙化已经完成了 所以再补钙也补不到那是 所以当这个牙萌出以后 它补钙是没有意义的 没用了 那就什么时候开始补呢 那没长牙之前开始补 出生就开始补行吗 是这样 我们乳牙的发育呢 它的钙化时间应该是在孕期的 四到六个月 我怀孕就开始补 四到六个月 一直会延续到 它出生以后大概十一个月左右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牙齿 它不是说一下子都出来的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的出来的 对 所以它在不同的时期 是有不同的牙齿 在不断的钙化 我们在一定的时期补钙 只能作用于 这一个时期的牙齿 那盈盈在当准妈妈的时候 补了吗 补了 但是我没想着 是给孩子长牙齿的 是给自己 我想着是怀孕的 得骨质疏松 是吧 姐妹们 没想到这么一补 还把牙给补了 生意了 对 缺钙呢 它是一种全身的情况 它一般也不会只有牙齿缺钙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 有低钙的这种情况 还是建议要按时去补钙的 就是乳牙的时候 我们在十一个月之前 我们知道 基本上就钙化完成了 但是恒牙 它有可能在四到五岁 甚至七到八岁的时候 才能够钙化完成 所以说孩子出生以后 再补钙 实际上我们是补到了 恒牙的上面 那我们总结一下 在几岁以内补钙是最有用的 乳牙的话 应该是在十一个月之内 十一个月 如果是恒牙的话 应该是在七八岁之前 这个钙化基本上都完成 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 再怎么补牙都已经长出来了 已经没有了 对 已经不太大了 好的 牙幼稚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钙 补钙是强劲牙齿的好方法 可是许多家长为宝宝补钙时 却存在误区 宝宝在长出牙齿之前 牙齿已经完成了钙化 对于乳牙而言 应该在妈妈怀孕四个月 到宝宝出生后十一月期间补钙 而对于恒牙而言 应该在宝宝七八岁之前补钙 如果当孩子牙齿已经萌出 甚至出现取齿之后 再补钙就晚了 那么除了正确掌握补钙时期之外 对于宝宝的牙齿 宝爸宝妈 还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刚才我们讨论了 那个补钙的重要性 下面我要提第二个 关于牙齿的问题了 下面先请那个牙宝宝上一些道具 欢迎我们的小牙齿 你好 太可爱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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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什么呀 好多东西 牙宝宝 这帽子是2017年最新款吧 好 谢谢你 牙宝宝 好 她给我们推上来是什么呀 这是 奶瓶 牙咬胶 牙咬胶 摸牙棒 对 问题来了 那么宝宝睡觉时候 含着这个带奶瓶的奶嘴 是不是正确的 睡着了 对 还含着 还含着 这种情况也是有出现的 经常有 对吧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含着奶瓶睡觉 要是睡着了 那奶也喝光了 在吸的时候 这空气不就吸进肚子了吗 吸进肚子就容易拉肚子 对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含着奶瓶睡 这嘴会变形 可能就是低包天 或者是上包地 是这样的 我们含着奶嘴睡觉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是这里面有没有奶 因为如果要是有奶的话 像这个奶嘴呢 不管是硅胶的也好 乳胶的也好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黏附一些东西的 对 像这些细菌啊之类的 也可以容易在这个地方自收 长时间含着呢 和我们的牙齿之间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菌斑啊细菌啊 有很多附着在这个位置 而且奶瓶里边的奶呢 实际上含糖量是很高的 这个细菌在这种环境下 它非常的高兴啊 然后它就把很多的这种糖分 分解成了我们刚才说的酸 对这个牙齿产生 非常不好的一些影响 很容易就被腐蚀掉了 睡觉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 可能晚上吃奶 因为有的孩子不太好哄嘛 家长可能就想 我栽一个奶瓶放在这儿 可能这个孩子 比较好哄一点 晚上呢大家知道 就孩子当他睡着的时候呢 他的唾液分泌是变少的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吃了东西 我们的唾液会把嘴里边 这种酸性的环境 慢慢就给缓冲掉了 但是晚上呢它唾液分泌的 比较少 这个缓冲的过程 时间就会比较长 口腔有可能会比较长期 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里边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含着奶瓶 奶瓶睡觉 正常口腔的这个PA值 六到七左右 如果吃糖以后的话呢 可以降到五到六 两小时以后就会正常了 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 可以对牙齿造成损害 其实黄妈妈和盈盈 都是答对的对吧 不能含着这个奶瓶睡觉 但是我还有一个 就是安抚奶嘴 当睡觉的时候 她哭着闹着 然后把这个安抚奶嘴给她 会不会影响口腔 牙齿的长得齐不齐呢 那如果是安抚奶嘴呢 她里面也没奶啊 对吧 就含在嘴里而已啊 安抚奶嘴 对于低龄的孩子是可以的 因为小孩在一岁以内的时候 她是一个口郁妻 大家都知道 她喜欢用嘴去探索这个世界 什么东西她都愿意拿过来 啃一啃 尝一尝 然后了解一下 她是什么样子的 损悉东西 我觉得这种是正常的 她的研究表明 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 她是利大于弊的 就是可以让小孩有一个 欲望的满足感 而且有安全感 对吧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 我们也不能说 拿这个安抚奶嘴 作为唯一的 像孩子哭到的时候 只哭的一种方法 如果要是她睡着呢 我们可以就赶紧把这个 奶嘴拿出来就好了 其实好多家长 也是为了自己涂方便 对 不要闹了 给你一个奶嘴 给你一个奶瓶 这个方法不可取 对 我想问的是 就是这个对牙齿没有伤害吗 因为爷爷非常担心这个问题 就单独让我问一下 一般不建议用的年龄太大 要几岁 就是一两岁之内还是可以的 是一岁一岁之后呢 平常的时候可以用一些 比较好玩的事物啊 或者东西去吸引它 它就会放弃 对这个东西的依赖了 可以的 说可以使用 但是时间不要太长 可是主任 我有一个问题 刚刚您说到了用奶瓶 或者是奶嘴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都不采取 我用这个牙咬胶 是不是更科学呢 好 牙咬胶 牙咬胶的作用呢 实际上它是在孩子 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他开始出牙 他的牙床呢 会有点不舒服 对 痒嘛 这种情况下 他会特别爱咬东西 有的时候他会乱啃 或者他会咬乳头啊之类的 像这种情况 给他一个咬胶呢 是为了缓解他这种牙龄的不适感 而咬着他自己舒服了 对 教练解决能力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牙咬胶 那个消毒是怎么样清洁呢 牙咬胶后面都有说明的 有一些呢 是要通过煮沸进行消毒 但是有一些呢 是不能够煮沸的 咱们只需要用一些 专门用于婴儿的 这种洗劫的剂和清水就可以 哦 我觉得今天呀 主任您来了是个好事儿 道理呀 我们当妈妈的都是懂的 对 可是一旦发现小孩子有了蛀牙 该去这个医院的时候 感觉这整个搞得跟打仗一样的 这个一头汗呀 真是这云里雾里的 您带孩子看过牙吗 带过呀 因为我们都定期 比如说每半年 就让他去看一次牙 然后还有洗牙 但是每次去都是个打仗 这个孩子比较紧张害怕 特别害怕恐惧 主要是看着像您这样 穿着白大褂 对 就以为要打针 那您第一次带孩子是 多大的时候带他去看的牙衣呢 三岁半 三岁半比较晚了 三岁半已经晚了 对 三岁半比较晚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 再早一点去看牙衣 目前的指南上呢 是要求在六个月到一岁 六个月 这个阶段呀 当然他这个看牙衣 并不是说因为他坏了去看 主要还是一个常规的检查 而且让宝宝呢 他能够从小去熟悉这么一个环境 可以定期的过去看 慢慢睡 看牙不是当你牙真的有问题了再去看 我们要养成一种 定期去护牙和检查的这样一个习惯 对吧 对对对 夸夸他说 你看你看牙多棒呀什么的 对对对 牙齿多白呀 看完了牙齿特漂亮 要有耐心 对 要有耐心带他们去看 对 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 家里还没有那种条件 医学也没有那样的一个环境 不可能定期去护理牙齿 但是现在小朋友不一样 咱们做父母的应该是定期为他们去 创造这样一个好的护牙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 适合儿童的护理方法呢很重要 就像好娃娃专业儿童用药 好娃娃更懂娃娃 再次要谢谢我们今天到场的 我们的余主任把掌声送给他好吗 谢谢你 小儿大医生建议您 宝宝看牙医越早越好 六个月到一岁进行首次牙科检查 之后每半年定期看一次牙医 不仅能让宝宝习惯牙科检查的环境 避免孩子的恐慌 还可以早早发现小儿牙齿的变化 及早的治疗干预 给孩子一口健康的牙齿 专家也提到 口腔酸性环境 是宝宝助牙取齿的罪魁祸首 而与口腔环境最密不可分的因素 就是饮食 究竟宝宝的哪些饮食习惯 会伤害牙齿呢 我特别想问一下盈盈和黄妈妈 平时给孩子吃些什么 或者他们爱吃什么 其实那个年代吃的东西并不多 汉堡包 青岛已经出现了 然后小明就喜欢吃的 当时就吃汉堡包 对 闻到那个味儿就想吃 汉堡包她一口气能吃几个 四个 一顿四个 一顿四个 这十两可以 十两好 爱吃汉堡 我有时候给她买六个 明天早上还可以给她 剩两 吃两个 再吃两个 六个 六个起步 萱萱浩浩 他们比较喜欢吃牛排 意大利面 披萨 然后薯条 巧克力 都是高热量的 然后特别渴望喝这个碳酸饮料 而且宋明轩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地方 就是她的衣柜里 就是有一天我就跟她整理衣物 发现她藏了好多巧克力 自己藏了 对 有一天躲到厕所里去吃 就被我逮着了 巧克力的糖纸在那个勒索桶里面被我看到了 然后就问她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好的 马上给我认错改正 但是在我来录小儿大医生的前两天 然后宋明轩拉着我说 妈妈 我给你说个秘密 我说什么呀 打开衣柜 给我拿出了一包软糖 说看 这是我前两天 我敲门得到糖 我藏在这儿 悄悄吃 非常喜欢吃糖 偶尔吃甜食 对 那关于这个吃什么呢 为什么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 因为有一些她如果吃得不当的话 她可能会对你的口腔 特别是对牙齿 它是有损害和损伤 哦 小儿大医生 宝宝伤牙饮食大起底 到底哪些食物是伤害宝牙齿健康的元凶呢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王护士一同进入体验之门 一探究竟 来吧小宝宝们 还有宝宝来 哦这些都是什么呀 来宝宝 你想喝这个呀 等等等会宝宝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咱们在吃之前呀 我要先取一个样张嘴好吗 对 皮爱学是指 这个你拿着 还有你 来看看好 你也是 就是先看一看她的技术的皮质怎么样 好了 吃吧 好喝吗 这个吃了 干了 一饮而尽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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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需要一下手里拿着好吗 你先手里拿着啊 来 抿一下 对好 没关系 阿姨弄一下 对这个 好 手里拿着 三位小朋友 在吃东西前后 分别检测了口腔的酸碱度 通过检测我们发现 宝宝们在吃这三样食物之后 口腔的PH值迅速大幅度降低 口腔环境严重酸化 大大增加取齿的风险 原来 这三样宝宝经常食用 却普遍被家长忽视的商牙食物 就是可乐 乳酸饮料 和饼干 宝宝每喝下一瓶可乐 就摄入了33克糖 相当于8块方糖 宝宝每喝下一瓶乳酸菌饮料 就摄入了30克糖 相当于7块方糖 饼干是最被大家忽视的商牙凶手 饼干中除了含有一些 直接添加的糖分之外 还含有大量可以分解成糖分的淀粉 成为细菌的食物 对牙齿造成双重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除了控制宝宝糖的摄入量之外 及时正确地为宝宝清洁牙齿 也是保护口腔健康的重要环节 那么不同年龄的宝宝 选择什么样的牙刷 家长又应该如何为他们清洁牙齿呢 小儿大医生 马上给您健康答案 生活之门的季节要开启 有请我们的黄妈妈还有盈盈 挑选一下你们认为合适的牙膏和牙刷 好 牙刷在哪儿呀 找一下 这里 妈妈 好 这里有牙膏 对 我觉得那个小一点的 有电动的 电动的 小小牙刷 嗯 就是你们这儿的 牙刷 还有牙膏 这含幅 这个也含幅 这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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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又挑了不少 挑了不少 我们分别来展示一下 盈盈那边先给大家来说一说 小牙刷 对 还有一个电动牙刷 电动的牙刷 然后还有一个牙膏 牙膏 儿童牙膏 好嘞 黄妈妈 纸套 纸套牙刷 对 给小宝宝的 小牙刷 也是刷牙使的 都可以刷得到 360度 然后这个牙膏呢是带浮的 我觉得是保护牙的 而且黄妈妈很会过日子啊 你看这个牙膏里面还送一个牙刷 对 我没注意 买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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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也是需要这样的 刚才咱们黄妈妈特意说了 我这个牙膏啊 它里面必须是含浮的 对 对吧 盈盈这个呢 我这个也含浮 也含浮 含浮 都是含浮的 含浮 对 都含浮 和黄妈妈到底挑对了没有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这方面的一位专家了 北京儿童医院口腔科 杜辉 杜主任有请 您好 杜主任 哪个牙刷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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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月的小朋友 选这两种牙刷 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一种是可以套在手指头上面的 另外一种是非常非常小 360度的 是套牙刷 纸套牙刷 对吧 这个适合多大的宝宝 适合6到8个月 刚刚开始长下 刚刚好 9个月的宝宝可以用 9个月 可以用 套着这个纸套牙刷 沾着清水 轻轻地擦拭这个牙齿 从外面到里面 都给它擦干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纸套牙刷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小小的小凸起 对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银 其他地方应该是还没有长牙 用这个小凸起 轻轻地把这个牙银也清洁干净 按摩作用 按摩作用的 一般的这个纸套牙刷 能用到孩子们一岁左右 杜主任 那您看这款呢 这款呢 也是用在这么大的小朋友 一般的来讲 就是上下各长4颗小前牙的时候 对 我们就这样 里里 外外 刷光 都刷 360度全都有这个刷毛 所以这小孩有时候咬咬啊什么的 可以给它刷干净 对 所以黄妈妈跳得非常好啊 现在就不需要用这个牙膏 因为孩子现在年龄还小 暂时呢不需要牙膏 因为他还不会含树 暂时就用温开水就可以 温开水 一般的来讲是小朋友 三岁左右就开始会漱口 会吐出去了 把这个水把这个牙膏抹 可以 那个时候就可以用牙膏 但是呢 有的那个小朋友 有时候他早早的就得了取齿 如果要家长没有保护狂 有可能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取换 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建议家长 就开始使用牙膏 好 来咱们看看那边 盈盈的 小牙刷 几岁小朋友 这是给我未来女儿选的 我儿子选的选的是这个 电动牙刷 非常灵活 放在这呢就能够轻松的刷牙了 而且呢我还选了一个牙膏 是含脱和含钙的 这个牙膏啊 杜先生您闻闻 水果味道 很好闻 不不不不 可乐味了 可乐味 可乐没得喝了 刷可乐牙膏 牙刷的一般的外包装上 都会写明 这个是几岁的小朋友用的 这个上面写的是 一至五岁的幼童 我的小儿子也可以刷 跟我两个儿子六岁刷这个 四岁刷这个 刷这个 还有一个留给妹妹 对 其实不仅是牙刷 很多用品的挑选和使用上 儿童都是有 区别于成人的要求的 我们应该为他们选择 专为儿童设计 您选择的这个 含浮含钙的这个牙膏 这个是非常适合您家孩子的 您家一个是四岁 一个是六岁 对一个六岁 都可以开始用了 都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嘱咐孩子 一定要把这个牙膏 竖干净 吐干净 它含浮含钙 留在口腔里 应该没事吧 偶尔的 一次两次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要是长期的 孩子有吞咽这个牙膏的习惯 就有可能 浮的这个过量的一个摄入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让孩子 尽量的把这个牙膏 竖干净 这个毛是软的好 还是硬点好呢 一般的来讲 这个幼儿牙刷 这个刷毛都做的 要比这个成人的 要稍微偏软一点 小朋友的这个牙龈 口腔黏膜都比较焦嫩 所以太硬的牙刷刷了 它们会不舒服 这样它们会特别抗拒 那这种偏软毛一点的牙刷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有可能有一些 比较厚重的这种菌斑刷不掉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方法上 还有时间上 都得特别注意 三分钟 一般的来讲呢 小朋友 你让他为之三分钟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至少也应该是两分钟 大人我知道 一般在三分钟左右 对吧 小朋友至少要达到 两分钟 是 那怎么刷其实 对于小朋友来说很重要 这两分钟怎么来利用 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 刷牙的方式呢 都不是特别一样 我想先从低龄的小朋友 讲起指套牙刷 也就是说 这个指套牙刷呢 这个小朋友 前牙紧长了 四颗上前牙 和四颗下前牙的时候 咱们多数在用这指套牙刷 也就是说在六个月到一岁左右 这个期间 一个是唇面 一个是舌面 垂直 从下牙 从牙银 向切端刷 上牙也是从牙银上切端刷 顺着牙缝来给它刷 干净就可以了 用温水 那一般的小朋友 在一岁半到两岁半之间的时候 长其他的牙齿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牙刷 来给孩子刷牙了 那好多小朋友呢 在这个时候啊 他对牙刷特别感兴趣 这个时候就可以 让小朋友手里也拿了一把牙刷 咱们也拿了一把牙刷 让他自己先熟悉这个牙刷 然后家长同时呢 也给他刷一刷 那这个牙刷呢 一定要小 一般的来讲 咱们怎么看这个刷头啊 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刷头的长度 跟这个小朋友两颗切牙的宽度 将近这个刷头的大小 就比较合适了 这两颗大门牙的一个宽度 对吧 没错 这样就比较合适 那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可以让小朋友张大嘴 那在这个年龄段 多数呢 咱们家长可以采用这种 圆虎状的这种刷牙的方法 先刷后牙 再刷这侧的后牙 然后刷到前牙的时候呢 就像咱们刚才的指套牙刷 是一样的步骤 就是上牙呢 是从上往下刷 下牙呢 是从下往上刷 刷完唇侧面以后 我们不要忘了 还有里边这个舌侧面 舌侧面呢 就没法用圆虎法了 那咱们就用浮刷法 那就是顺着这个牙缝 也是从牙龈向切端刷 从下往上刷 上牙是从上往下这么刷 每颗牙齿应该刷五到八下 来这么个情况 还有一个面不能忘了 就是这个咬合辫 来回这么刷 也是每次五到八下 那小朋友呢 一般的来讲 两岁半到三岁左右 乳牙就完全长齐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考虑让小朋友练习 自己刷牙了 那一般都怎么练呢 我自己的经验啊 就是咱们可以站在一个 洗手间的大镜子面前 那妈妈站在旁边 小朋友呢 跟妈妈都对着大镜子 小朋友看着妈妈刷牙 她在旁边学 母子同时刷 那这样的话呢 小朋友会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们说一般的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啊 因为她手上的精细动作还是不够 刷牙呢 有可能还是会刷不干净 所以这个阶段 妈妈呢 还是每天至少要帮着孩子刷一次牙 来把牙彻底清洁干净 我不知道大家伙对这个牙线 是不是了解 牙线不都成人用的吗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牙线是成人的 儿童能用吗 但实际上吧 咱们这小孩的取齿 尤其是低龄幼儿的取齿 两个牙之间的这个临界面 换取率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门牙 牙缝这个部位 一边换一块 那这个后牙也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两个牙之间这儿坏了 就是因为这个牙缝之间容易勘腮食物 又不容易清洁干净 所以乳牙是最应该是以牙线来清洁牙齿的 至少每天应该用一次牙线 小朋友也要用牙线 小朋友应该用牙线 牙线棒就可以 你会把牙缝给搞宽了吧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现在的牙线做的也是比较精致 比较薄 比较细 家长的观念当中 经常有牙线呢 这个牙缝就会特别大 是 对吧 但这个观念不对 其实这是个误区 像有些人呢 这个牙塞牙了 成人也一样 小孩也一样 塞牙了呢 他可能会去用牙签去把这个塞的东西给取出来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科学正确的刷牙方法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牙齿的健康 那么 除了牙齿健康之外 牙齿的形态也对孩子影响重大 宝爸宝妈 应该怎样避免小儿牙齿畸形呢 生活中存在哪些引发牙齿变形 我们看到这个牙其实很重要 一 帮我们护牙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牙齿的环境 第二呢 如果这个牙不美观 那也会形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吧 对 就像有些小的牙齿本身长得不齐 需要去矫正 什么样的牙齿是需要及时去矫正的呢 我们管这个牙齿的不整齐统称为 测和畸形 这个测和畸形的发生的病因有很多种 你比如说有儿童的口腔不良习惯 那都哪些是儿童的口腔不良习惯呢 肯定好多那个家长在孩子换牙的时候 就会叮嘱孩子别老舔那牙 要不然以后那牙就长不好了 其实这个说的就特别有科学道理 你像那个不良的舌习惯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小孩 往往前去舔那个下牙 然后这个舌头呢就老往前伸着 这舌肌呢会对这个牙齿产生一个 像这个唇侧的这么一个力量 会导致这个下颌呢往前伸 那往前伸的后果呢 大家伙可想而知 那就是反咬合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咱们所说的那个地包天 那还有的小朋友 他的舌头也会不由自主地往前伸 尤其有的小朋友会伸到上下牙之间 伸到上下牙之间的这个舌头呢 会影响上下牙齿的这个咬合 那有的小朋友就会形成 前牙咬不上 那有的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吃面条 从来没用前牙咬断过 就这种开合的这个状态 这是一个不良的舌习惯 那我们口腔除了舌头 还有嘴唇 也就是说有不良舌习惯呢 就有可能有不良的唇习惯 那有些小朋友 哎 咬嘴唇 有那个上牙咬下嘴唇的 那我们想象这个力量啊 就是上牙咬下嘴唇 就会使这个下颌往后缩 下牙齿往舌侧倒 另外一个作用力呢 那就是上牙往唇侧倾 往前凸着 甚至于上嘴唇都盖不住上牙 形成这个开唇漏齿的这个侧帽 形成一个牙齿前凸的 面部的一个畸形 那还有就是 大家伙特别常见的一种 就是小孩吃手 对小孩影响特别大 其实大多数小小朋友啊 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爱把手放在嘴里 如果要是三岁以后 这个小朋友还在吃手 那就有可能 会造成一个撮合畸形 那小朋友在吃手的时候 他会使劲捉这个手指头 那上额盖呢 他就会一个高拱 那两侧的夹肌呢 往中间用力 就会把这个牙弓 给压成尖形的牙弓 造成前牙的前凸 两岁以后的宝宝 还在吃手的话 这个家长一定要引起 要注意了 然后呢 就是大家伙都知道 偏侧咀嚼 也会造成这个面部的 左右不对称 甚至于牙齿咬合的不正常 也是需要及时的阻断治疗的 矫正牙齿 就是在矫正的过程中 会很痛苦 而且时间又长 又难看 对 老师要戴个牙套之类 对啊 现在矫正器跟以前变化很大 一方面呢 以前传统的矫正器 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良 那现在呢 又有一种叫 无脱草隐形矫正器 就是那种全透明的那种矫正器 相对美观不影响刷牙 有很多它的优点 所以现在呢 也有很多人在使用这种矫正器 到时候大夫呢 还得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 来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呢 成长过程当中 确实应该定期的去看牙医 不仅仅是关注这个取齿的问题 其实应该关注这个整齐不整齐啊 这个畸形的问题 再次感谢我们的杜主任 谢谢 谢谢大家 本期三九小儿健康手册 通过宝宝呼吸方式和吐字呢 可以发现早期口腔的隐患 那宝宝的牙齿呢 在母体内就会开始发育 要及时补钙 减少喝夜奶 也要小心 生活中不容易发现的一些隐形的糖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由三九小儿感冒要冠名的小儿大医生 让我们继续关注宝宝 守护未来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